七济光身为明朝第一抗窝名将 论抗窝纵观整个明朝 无人能处其右 按道理来说 七济光有着这么辉煌的历史 再怎么不济 晚年也能够富裕地生活下去才对 可事实是 七济光到了晚年生活十分的艰难 一 七家军的由来 七济光的先祖七祥是朱元璋的亲兵 后来在扫灭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时 战死沙场 作为朱元璋的亲兵 朱元璋肯定不能忘了他 也因此将登周卫指挥千世 这一个职位给了七家 只要七家的人不死绝 这个职位就一直是他们家的 要知道 资质平平的普通人奋斗一辈子 能够混到七品之线一职 就已经是祖上积下来的福分 而登周卫指挥千世是四品将军 七济光自从一出生 就已经站在了许多人一生不能够到达的终点 就算不努力 当一条闲雨 这辈子也不用愁吃喝 身为高干子弟的七济光 并没有与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无所事事 而是一直关注着沿海一带倭寇的动向 每次听到倭寇侵略的消息都痛心不已 年仅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写下 但愿海波平 封侯非我义这样的诗句 凭这一句诗句就能够窥探出 七济光内心所蕴含的力量 倭寇都是亡命之徒 几十个人就敢侵入明朝境内 有一次 五六十个倭寇竟敢从杭州一直抢到南京 可见倭寇的嚣张之度 倭寇为什么敢这么嚣张呢 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明军太过于窝囊 基本上军队中都是老油条 只想混日子 不想拼命 七济光就曾与这些老油条打过多次的交道 每一次与窝寇对战 还没打 人就跑了 这样子怎么打 为了改变局面 七济光只能重新招兵 看能不能出现奇迹 最后的事实向七济光证明 奇迹并没有出现 七济光新训练的士兵虽然不要命 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性格 那就是每一次打仗之前都要询问敌人的数量 然后进行内部商议 觉得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坚决不打 如果七济光敢哄骗他们 在打仗的当天他们将直接逃跑 将七济光留在原地 正是因为士兵打仗讨价还价 以至于七济光的根据地台州被窝口侵略 而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防护措施 遭到几世中罗嘉宾的弹劾 这一谈直接把关给整没了 只能在总督胡宗宪的身边当一个闲人 这时的七济光是苦恼的 他明明已经尽心尽力 可是手底下的士兵却不肯听话 这能怪他吗 但是如果他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非但不会苦恼 反而会兴奋万分 胡宗宪眼看七济光闲着没事干 干脆把他派到义乌帮助之士赵大和练兵 练兵对于七济光而言 已经是家常便饭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慢悠悠地骑着马向义乌前进 就在到达义乌的时候 七济光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义乌的百姓正在与永康的百姓群殴 而且群殴的势头特别猛 父亲打不动了儿子上 儿子打不动了母亲上 母亲打不动了女儿上 一家轮流着打 打到全家都动不了才停止 义乌人的无畏精神把七济光给吓到了 七济光询问当地的官员 义乌人为什么会与永康人打起来 当地的官员表示 义乌与永康都是穷陷 但是后来义乌当地不断地发现矿藏 是个人都明白矿比粮食值钱 所以义乌人都跑去挖矿 渐渐地也都富了起来 义乌隔壁的永康看到义乌富了起来眼红 希望义乌的兄弟能够拉自己一把 但是义乌的兄弟认为 我们都穷了这么久了 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 你们别来搅和 眼看着来软的不行 永康人就打算来硬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义乌人比他更硬 靠着不怕死 敢干的精神 将他们直接打回老家 七纪光意识到 他所需要的就是像义乌人这样的士兵 于是向上级报告 只要上级肯让他在义乌当地招兵四千 必定能够将倭寇打到落花流水 平定倭寇之乱是 每一个沿海将领都希望的事情 所以七纪光的报告一上去 上级就同意了 于是七家军正式成立 二 彪悍的战绩 七家军虽然一个个都不怕死 打起仗来义无反顾 但是得明白一个问题 他们的对手是不要命的沃寇 沃寇擅长使用的武术刀 在于取巧 不会与你硬碰硬 而是在战斗中寻找时机 一刀刺向你没有盔甲的地方 以达到一击毙命的效果 七家军每次与沃寇交战 基本上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如果照这样子打下去 七家军早晚得没人 就在七纪光不知所措的时候 有一个叫唐顺之的朝廷官员到七纪光的地盘巡视军务 这个叫唐顺之的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他所担任的职位是兵不知方四郎中 也就是明军的总参谋长 面对这么一个人物 七纪光恭恭敬敬 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唐顺之并没有藏着掖阵 拿出了一本他自己写的书 交到七纪光的手上 七纪光正是从这本书当中 悟出了战争的奥妙阵法 七纪光最为出名的三种阵法 分别是鸳鸯阵 三才阵 五行阵 用处各有不同 鸳鸯阵总共有11个人 队长站在最前面 分成两排 每排各五个人 第一排的两个人 各自配有盾牌一个 腰刀一个 一级镖枪 第二排的两个人 各自配有狼血一个 狼血是一种长达三米 类似于蒲公英的武技 第三排与第四排的四个人 各自配有一条长枪 最后一排的两个人 各自配有一把刀 冤阳阵是七家军 在空旷地面上 所布置的阵法 五行阵总共六个人 同样分为两排 前面的两个人 一人配有狼血 一人配有盾牌与刀 第二排的两个人 各自配有一条长枪 而最后面的一个人 配有一把刀 队长则在中间 五行阵的作用 与鸳鸯阵的作用不同 鸳鸯阵适合在 空旷的地面上布置 而五行阵则 适合在狭隘的地面上布置 三财阵总共有五个人 同样分为两排 最前面的一个人 配有狼血一个 第二排的两个人 各自配有长枪一条 第三排的两个人 一个配有狼血 一个配有盾牌 以及一把刀 三财阵的作用 与鸳鸯阵 五行阵的作用不同 鸳鸯阵 五行阵的主要作用 是缓慢前进击挥挥挥 而三财阵的主要作用 则是等到鸳鸯阵 或者五行阵击挥挥挥之后 用来追击挥挥挥 这三种阵法天克挥挥挥 挥挥挥还没近身 就已经被刺死 有的人或许会说 挥挥挥不会用剑吗 得明白一个问题 七家军不是木头 不会站着让你剩 七济光最具代表性的一战 当属台州大捷 率领七家军奔赴五地 五战五胜 共歼灭倭寇五千多人 而七家军的伤亡 仅仅只有不到二十人 要知道 这是伤亡数量 所谓伤亡就是 这不到二十人中 有的人死亡 有的人依旧活着 只是受伤 这种伤亡比例 真的是骇人听闻 随着七济光的名声 越来越大 前往他的房区 骚扰的倭寇少之又少 基本上都是一小谷一小谷 因为特大谷的倭寇 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自己找死 倭寇不敢惹七济光 但是却敢惹其他人 七济光舒服了 而福建的官员则愁死了 倭寇都不敢去七济光的地盘 但东西还是要抢的 要不然靠什么火 所以一个接一个的 都往他这边赶 以至于福建当地的倭寇 也为数量庞大的原因 敢于在当地占领城池 情况十万火急 福建巡抚无可奈何 只能上书朝廷 希望朝廷能够将七济光 派来福建平定勃乱 七济光到达福建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确定倭寇所在的位置 但是当七济光得到答案时 打吃一惊 也为答案是 到处都是 这该怎么打呢 七家军虽然所向披靡 但也是人 怎么受得了到处奔波 七济光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秦贼先秦王 只要除掉在倭寇眼中 看来最可怕的倭寇 那么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促使其他的倭寇知难而退 于是七济光盯上了 恒宇这一个历经三年 令无数将领 手足无措的小岛 恒宇上的倭寇 仅一千多人 早上退潮 下午掌潮 退潮的时候 恒宇与陆地的距离 仅仅只有几里 但是掌潮的时候 恒宇与陆地的距离 却有几十里远 如果说退潮的时候 攻打恒宇 距离虽近 但是地面 由于受到海水的浸泡 十分泥宁 在这种泥宁的地面上 长时间行走 别说打仗了 还没到船上 估计都累滩了 如果说掌潮的时候 攻打恒宇 那么相当于充当火靶子 而且登陆初期 不可能一脚 就踩在结实的地面上 而是踩在泥宁的地面上 面对在岛上的窝寇 根本无法做出有效的攻击 那么七济光是如何拿下 这座小岛的呢 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九日 天蒙蒙亮 此时正式退潮的时候 七济光率领着七家军 往恒宇上前进 为了节省体力 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稻草 用来垫脚 七济光高顾了七家军的体力 在即将到达恒宇的时候 七济光明显感觉到 七家军体力已经出现问题 可以说是靠着意志坚强地撑着 正是因此 恒宇上的窝寇 才持着观望态度 一直看着七家军 并没有发动进攻 反正你七济光 又不是第一个 这样子打仗的将领 怕什么 来了打退不就行了吗 眼看着就要前功尽弃 七济光用尽全身的力气 敲打着肋骨 七家军听着肋骨的声音 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 有节奏地往前走去 窝寇看着气势汹汹的七家军 连忙组织起来 在结实的岸边等着七家军的进攻 令窝寇没有想到的是 七家军接近岸边的时候 并没有发动攻击 不知道七家军在搞什么 名堂的窝寇不敢主动发起攻击 只能紧张地盯着七家军 七家军之所以没有主动发起攻击 是因为人还没有到齐 人还没有到齐就代表着阵法无法施展开 而七家军最擅长的就是打阵法战 如果没有阵法 仗怎么打 当七家军全部到齐 阵法逐步施展开 窝寇的败局就已经注定 七家军仅仅用三个时辰 就将横宇上的一千多名窝寇全部歼灭 而七家军的伤亡仅仅只有13人 占据了横宇的七纪光 已经给予在福建当地胡作非为的窝寇 一次下马威 知去的窝寇自己离开福建 而不识去的窝寇则被七家军穷追猛打 直至被赶下海 明朝在沿海针对窝寇的战争持续胜利 沿海一带也逐渐平静 而对七纪光这样优秀的将领 朝廷肯定不会让他坐着吃干饭 紧接着就将他派到明朝北方边境九大重镇之一的冀州担任总兵 七纪光本以为他会在冀州再一次大显身手 没有想到 他到冀州不到三年 明朝就与当时蒙古最庞大的部落势力安达弹劾 每年给予安达一定数量的补贴 而安达则不能够在侵犯明朝的领土 同时也要约束其他的部落不能够侵犯明朝的领土 七纪光在冀州的总兵生涯 打大仗的机会威护其威 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的战争 每一次进犯的对象都是小部落 不足以挂持 三 悲惨生活的开始 后台崩塌 七纪光的父亲七景通 虽然身居高位 是北京三大营神基营的副将 但却是一个分文不谈清官 也因此他常常在七纪光的耳边牢的 日后当官一定要做一个清官 一开始七纪光谨记父亲的教诲 也与他的父亲一样当一个清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渐渐发现当清官是绝对不行的 他的上级胡宗宪有后台 他的朋友于大县也有后台 每次出事朝廷上都有人保他们 而自己一分不贪 没有钱到处交朋友 自然也就没有后台 如果说一旦出了事 后果很有可能不堪设想 于是七纪光开启了他的贪污生涯 说句实在话 从七纪光挑后台就可以看出七纪光是一个聪明人 当时朝廷上全是熏天的是颜松 而七纪光却不敢与颜松够的 也为颜松是他上级胡宗宪的后台 如果他勾的 胡宗宪很有可能会有危机感 拿他开刀 除去颜松之外 权力最大的无非就是内阁的第二把手徐介 但是徐介与颜松是死敌 如果与徐介勾的 说不定会死于胡宗宪之手 思来想去 七纪光最终决定与国子监司业张居正勾的 国子监司业这个官名虽然听起来不大 但实际上很有前途 国子监是明朝的官办大学 每一个在这里读书 之后当官的人都会成为司业副校长张居正的爪牙 最重要的是 国子监司业是太子的亲近官员 皇帝一驾崩 保证得到升天 原本七纪光要找的人不是副校长张居正 而是校长高拱 但是由于高拱不受贿赂 所以才找到张居正 后来徐介斗到颜松 高拱斗到徐介 张居正斗到高拱 成为明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他的权势远远超越了他所有的前辈 也为他做到了普天之下 我一人说了算 相当于皇帝 当时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老师 他自然而然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万历的母亲李太后 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她明白明朝的这份家业 总得靠一个人来承担 此时万历年幼 肯定是不能够承担的 而这个承担的人就是张居正 皇帝信任张居正 皇帝的母亲信任张居正 司理监长印太监冯宝是张居正的死党 这时的明朝不是姓祝 而是姓张 张居正是一个有报复的人 在为期间实施张居正便法 重新丈量全国田地 实施一条便法 颁布考成法 在张居正的折腾下 明朝出现了中兴 史称万历中兴 七纪光在张居正尚未得势之前 就已经与张居正往来 每次到京城报告工作 都会拉几车 甚至拾几车的东西 到张居正的家中 这里面有山珍海卫 以及黄金白银 除了给张居正送 七纪光还给兵部的大臣送 毕竟兵部是自己的最高领导 张居正得失之后 没有任何理由会忘记七纪光 七纪光在冀州担任总兵的时间 高达15年 总共10个人担任冀州总兵时间的总和 才等于他一个人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居正 如果不是张居正堵住朝廷阎官的嘴 估计七纪光当总兵 当不了三年就得滚蛋 张居正与七纪光 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相似的人 也正因此七纪光从勾搭上张居正的那一刻集 一直勾搭到张居正去世 期间两人从未发生过纠纷 两人虽然都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清官 但是都有着共同的理想 为外事开太平 张居正冒着万劫不复的风险改革变法 伤害到了许多官员的利益 在去世后 当即就受到官员的清算 而作为他死党的七纪光 自然而然也遭到了朝廷官员的清算 张居正仅去世一年 七纪光就被降为广东总兵 虽然依旧是总兵 但是实际上地位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冀州是重镇 而广东则不是什么重镇 清算张居正的运动愈演愈烈 大火烧到了七纪光的身上 在他担任冀州总兵期间 有一部分的账本去向不明 他本人给不出任何解释 为了避免粉身碎骨 他急急忙忙地申请退休 不出意外 万历皇帝答应了他的退休申请 七纪光的老婆王室生不出儿子 而七纪光是封建社会的人 传宗接代的理念特别地重 自然而然要娶小介 但是由于王室是将门之后脾气暴躁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取戒 而是在暗地里进行 这一下就是三个 直到儿子都有几岁 王室才发觉七纪光在外面包养小介 这一发觉 如果不是七纪光卖惨 很有可能就把七纪光给夺了 王室一直与七纪光的三个小妾不对付 随着七纪光带着王室与三个小妾回到老家 很有可能是因为不平等对待 王室与三个小妾的矛盾越来越深 七纪光为了减少矛盾 将其中一个小妾的儿子过寄给王室 但无奈 这个儿子过去给王室没多久就去世了 王室心灰意冷 带着他所掌管的七家钱财 将修书送到七纪光的面前 回到娘家 自此七纪光再也没有见过王室一面 七纪光他贪污多年 无非就是为了尽忠报国 从来没有想过中宝私囊 也因此 在他退休之时 虽当过三十多年的将军 但是家里的田地数量从未增加 全部财产只有上千本书 随着王室的离去 他的家底几乎接近干枯 而一家人都指望着他养 贫困不已 到最后连抓药的钱都没有 死于肺病 终年六十岁 七纪光虽然已经从世界上消失 但是崇拜他的人却依旧存在 后来万历年间元朝抗日战争的主将李卢松 就是七纪光的忠实粉丝 时刻将七纪光所编的绩效新书一书带在身边 后来朝鲜国王问他 他是如何击败倭寇 他骄傲地拿出这一本书 但是却不给朝鲜的国王看 因为怕被别人学走其中的精髓 对明朝产生威胁 从此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七纪光对倭寇的研究 已经到了大彻大悟的地步 好